他就是锁定这三项 那你说他是不是改革 他认为他是改革 只是他在改革的手段上 非常的粗糙 比如说年战的不喜欢 你在想年战骂他说大中国主义 年战难道不是吗 他是破冰的人 他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 跑到那边 而且昨天金兰特别转述那个危机说 年战讲到马英九 脸上非常冷 看到胡锦涛是雀跃 你知道我如果是绿营的人 我会说你看到胡锦涛雀跃 那不是媚共吗 亲共吗 那不是很严重 而且是讨好吗 你看到你自己国家的 自己的同志是那样 你看到敌人是那个表情 好看吗不好看吗 所以我觉得当你骂人的时候 我觉得你常常会想到 年战也好 吴国兄也好 或者任何人也好 包括绿营也好 当你骂你的政敌的时候 看看你自己是什么 不过刚才讲到这一段 现在 竟然讲的那个广告词 你们会考虑一样吗 就对你们来说 现在因为在揭秘的内容 昨天我们还看到一段 就是蓝营的高层里面 有人讲到说 从2007年 其实亲民党没有什么实力了 要谈判要什么 都是呼隆人的啦 装腔作势而已 那宋楚瑜如果跟民进党合作 那就是自绝坟墓 走上政治自杀的那条路 所以对你们来说 这些合作的过程 譬如说未来 有没有可能跟哪些人合作 会更戒胜恐惧 其实我想这一次 包括现在的选情也好 或什么 其实大家有很 应该有很深的感受是 人民的心情在变 人民的需求在变 人民对现状的 不满意的状况 越来越高 那为什么才会有 所谓亲民党 可能包括送一些 我们可以拿到十几%的 这样子的支持度 所以这次的选举 其实已经不在于是 刚刚居民讲的 你看三成两成 大家分完 这次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 危机解密出来 其实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这跟百姓有什么关系 百姓会因为这个事情 而去想些什么事情 第二 你今天要投入选举 不管是哪一组候选人 或者是像我们区域立委 要提出 或你政党要提出 诉求政党票 你要提出什么政策 让这些百姓相信 我支持你 将来我会有 我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今天已经不是在讨论 去跟谁合作 就像解密很多 一堆乱七八糟 包括国庆联盟 合作的时候的一些状况 其实包括刚刚讲 2004年 其实你 居民不知道我在现场 你在讲 你告诉我那天 是怎么样 2004年那天 大家还记得我去 扣住全台湾的选票 好 那那个那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封完之后 其实我跟 他们在争执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天 是跟马先生 在两位主席面前 我们两个在辩论 你跟马辩论 对 我跟马先生辩论 因为那天报纸一头条 就是马英九支持行政验票 就是recompt 重算一次 那我们看到报纸 我们这些验票律师 当然要提醒两位主席说 其实应该要司法验票 才能一张一张的认定 所以后来我们就打了报告 报告就说 那大家来跟两位主席说明 所以当时的确 我相信在任何阵营里面 都有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后来讨论完之后 连主席采取说 那我们就要司法验票 那我当时做律师 我们就会报告 怎么样才可以司法验票 所以当时 我就说很简单 被告同意 民事诉讼 所以我们就上了50万人的台 连先说 请陈水扁跟李秋莲同意 但是你说那时候 是不是像之前讲说马仙怎么样 我觉得那倒是不至于 因为当时大家是一体的再去 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提清楚 是大家一起通力合作的 那当然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们要辩论嘛 但是就这个 那他是主张什么 他是认为recount的比较快 不用再经过一张一张去认定 应该是无票票拿出来算 这是也是大家希望说 行政上面直接做recount这个事情 所以那时候你说有没有不同意见 当然有 但是最后大家有没有一致共识 也有 所以这是我觉得 那个过程里面 这很正常 也没有什么好解密的 这本来就是这样 只是说现在把它当成人的部分 拿出来讲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已经不是谁去跟谁合作 谁去得利的事情 是应该是怎么样让百姓得利 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以后 我现在突然想做一件事 其实大家都喜欢看八卦杂志 那是因为八卦杂志里面会有很多 让你看了一些名人的事情 不管你说是绯闻的问题 或什么的 大家会觉得好有趣 揭秘出来的东西 让所有的百姓 大家会觉得说 哇 这些人好有趣哦 原来你们之间的生活 也是跟我们小老百姓一样 说私下东家长西家短 然后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来谈谈看说 这件件事情对于 亲民党在联署上面来讲 会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呢我想要把他们所揭露这些事 譬如说 王金平真的这么不喜欢吴敦义他们吗 马英九这么不喜欢王金平吗 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像刚才珊珊在讲 当天2004年那一段 很多人一定没听过 很多人那个要还原的时候 他就特别好 他这里面还少讲了一个 就是我昨天在讲的 他其实是连宋的竞选总干事 对 马英九那时候是主任委员还是 竞选总干事 总干事 贝芬姐也讲过了 牛牛捏捏搞了半天 最后才出来答应当总干事 319那天晚上照张康公讲 他要他们认输嘛 那天晚上我昨天也讲 他有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 在那个辩论当中 其实里面都是连宋的人 他不是 那个阵营的人 应该有共同利益 应该这样讲 就他被辩书了 他从竞选总干事的角色 马上翻转 叫台北市长的角色 那那个台北市长角色 就是一个社会秩序维护的角色 然后就是要处理 今天在这些凯达格兰的大道的 这些人的角色 所以那个角色的转换 还是一瞬之间 也一念之间也很快的 那这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就让矛盾出来了 今天大家在讲这个都是世代 如果就是当初 连宋如果没有输 今天没有马英九 今天所有翻角的 在叫做世代交替的时候 我们把它拉开来看 老失望要马上被改下来 新失望要上传 今天回去看朱立伦 马英九没有这样的警惕吗 就是说大家都讲 老的应该赶快下来 新的要赶快起来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除了把这些打开来看 马要把这些请掉 他没有看到 一个已经准备好在旁边吗 请问明年1月14号选完 他是真的在权力的高峰 还是颇角 未来这个局面 他怎么hold住 你今天这样子的发展状况来讲 我们现在讲也许太晚 太早 但是你去看 以现在这个局面 帮他如果选上以后 那个整个的政治环境 整个政治气氛 他如何去hold住 整个未来的发展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去讲 对美牛有意见 所以台北市是率先出来的 我现在刚刚那个层次讲完 我现在讲 因为刚刚苏丁明也讲 要大家来谈政策 你把所有的政策拿出来 经过危机这样看 也很荒谬 所有的决策都是如此 草率的过程当中的 请问我们看那个苏起 美牛事件可以上下没有连贯 然后在这里面怪东怪西 怪南怪北 这不是一个一体的政府 他们是国安单位的吗 包括那时候卫生署也在这 你夹到不行 夹杂在不行 如果大家回去看 那个头真的很大 直接一个内部 在处理一个案子 都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这里再怪 怪他是新党的 你觉得这个东西摊开来看 我们的国家的政策 对人民关系这么重要的政策 本来就是觉得那个脑 本来就是狂牛病非常可怕 我要回来讲 这只是揭露了一点 你如果深入的去看 那个政策的本身 你会非常荒谬的是 政府运作如同俄系 它不是人的矛盾 除了你说这个有没有俄系 天生姐 这件事情 如果郝郎彬这件事情 照揭秘这样讲 但郝郎彬会否认这件事 其实你如果不否认这件事情 民众看了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最近看到郝伯伯 P总其实力道很强 但是一回头看到台北市长 带着大家说我们要反美牛 然后突然出现这个 那个感觉一定会不好 当然他是不是在家吃美牛 我不知道 因为我跟郝郎彬的 没有那么熟 但是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因为我有个朋友 也是那种很有钱的那种大企业 他就进口美国牛排 OK 你知道然后他就满街送给他的那些好朋友 那些好朋友大家都全会了 这样 所以他在家吃美国牛肉 我不会怀疑 但是他那个牛肉一定是比较好的 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个部分 那当然刚刚讲到那些政治人 我就常常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笑的就是说 当你们骂来骂去 勾心斗角以后 被人家揭露出来的那个反应 我觉得比较好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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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